戰 韓院長 戰 參加愛爾蘭國會議員友好協會成立大會 立法院長韓國瑜 憑國會外交 重回政治舞台 逐漸累積好感度 走出市長被罷免陰霾 日前還以前總經理身份 出席北農五十週年查會 連配件都有巧思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這條領帶 是北農的領帶 今年二月一號 特地強調沒忘記賣菜那段時光 但北農背後代表的正是雲林張家勢力 根據零傳媒報導 由張榮衛主導的雲林慈善基金會 九月在新北成立 成功整合雲林旅外的北部三大組織 包括打百萬人的雲林同鄉會總會長林靜忠 以及雲林鄉親同心會會長丁文綺 其中林靜忠更扮演關鍵人物 擔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一職 張家班低調北上布局 不只立拱張立善選新北 報道更指出對於雲林女婿韓國瑜再次挑戰大位 沿磨刀禍 他是一步一腳印 先把二零二六這一戰打下來 以目前國民黨的所有的派系來講 王金平跟盧秀燕 那朱立倫呢他可能還想著是自己 那如果說雲林張家真的想要栽培自己的這個人馬 唯獨的就是跟韓國瑜來進行合作 張家從雲林打天下 若能成功站穩二零二六地方選舉 進而獲得二零二八總統提名叫板權 渴望從地方勢力 篡升全臺性派系 也難怪對韓國瑜東山 再起寄予厚望 三立新聞 黃新城 廖米軍小組 特報道